我观点大牌 無界千佛无资方临光 尋指令人 bund其破价子 江珠大徽 特贵明道得扬光 每天主义不自成全赤方斯 辞主义得以兰 本船辽来苏拉 宗家豁巴尔普洋许犯 德巴尔普洋许犯许犯 德巴尔普洋许犯 无上甚甚为万佛 为百千万劫能造于 尽管得受持 愿解如来尘识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宝行论》 今天 明天都讲《宝行论》 《宝行论》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三品 功德品 这个功德品主要讲佛陀的功德 主要自立生意发生的利息功德有三十二种功德 然后他利息过的功德也有三十二种 首先我们讲利息过的功德有三十二种 三十二种当中大家都知道 十利四五位十八不共法 总共是这三十二种 那么这三十二种今天我想详细地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好多人可能也听过佛的这些功德 十利四五位十八不共法经常我们口头禅 大家都知道一讲到佛的功德的时候都会说这个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知道佛的这些十利的功德 可能有些人理论上是知道 文字上可以说得清楚 但自己内心当中知道佛的这样的智慧 然后对佛产生信心 对佛产生有种不共的认知 也可能人并不是很多这种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每次学习佛法实际上是 佛教的这些每一个道理都有一个理论的说法 还有实际的修行或者我们浅显移动的有一些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把理论讲得更高 更深 更多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如果你通过悲课 通过自己找很多材料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 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佛教的这些甚深意义以前线移动的方式来 让世人容易明白 这样才知道 哦 佛陀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对佛陀的真正智慧要产生定解或者信心 这个是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想我们在闻思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经常要想到 理论上是这个理论的说法 比如说《俱舍论》当中的六种根本烦恼的说法是什么样的 然后大乘阿比达摩当中的说法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是佛教上的名词和转用说法 然后用世间的语言来讲 或者现代世俗的概念来解释的时候 到底指的是什么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叫做我们以前讲的生活佛教 或者说人间佛教 一般所谓的人间佛教实际上佛教的深深密意和意趣 应该以非常明白的 直白的语言来告诉世人 当然后来很多弘扬人间佛教的这些大师们 有些是非常成功 确实自己有些认知和修行 各方面他会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告诉别人的 但如果自己没有特别高的一些境界 他自己也是学的一知半解的话 那可能他只能用世间的语言来说一部分佛法的内容 他说的不一定很究竟和彻底 所以我们要讲的时候 最好不管是中观 还是隐秘 或者说密法 任何一个大经大论的内容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 理解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完全变成世俗化 如果完全世俗化的话 也许没有佛教本来的本质 颜色和味道 完全都是变质了 那这样的话脱离本质 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只要是不脱离本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非常适合的现代语言来做包装 然后分享给有缘的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我们以后弘扬佛法的时候也要值得思考的 曾经我们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辩论 我们说佛教在世人面前怎么样展现 怎么样奉扬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古达德的说法 那可能他的说法众生只有极少数的 具有专业的信心和心结的人所犯 他的犯处不超虑其他的 但是我们应该是佛教的这些说法众生 应该可以说有信心的人 有因缘的人 有意乐的人 多多一善 这样我们弘扬者也要学会 对当代人的思维观念比较相同的 解底气的 可以说跟他们比较相应的语言 词句和内容来表达 那这样以后佛法弘扬得更加成功 这个事很重啊 今天我们讲佛陀的实力 佛陀的实力讲到什么呢 解说佛陀的实力 人情所表的意义 也就是说他实力的本体 还有以能表的比喻决定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他这里讲到了实力 知 除 非 除 业 异熟 还要与根性 戒性 心戒 然后取心 精力等 然无无有狗 虽念诸殊舍 天眼寄灭 之力有十种 他这里总共有十种智力 我们前面也讲了 佛陀的这种力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智慧的力量 不是以身体的力量 也不是以其他的实力 主要是以智慧的力量 那么这样的智力本来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佛陀的这种智力千千万万 无边无数 特别多的 但在这里因为以俗化众生的必要归纳为十种重要的智力当中 所以这个力实际上是对善法的一种善抉择 善抉择好像《入中论》当中也是讲过吧 经说善抉择是十力法相 十力的法相佛经当中说过是善抉择 佛陀说是能善抉择的这样的智慧 实际上这就是十力的法相 不管是任何一个法以三秒的彻底的 非常细微的方式来抉择 确定 那么这样的智慧我们可以叫做智力的法相 大家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尝尚智慧 智慧还是大家都追求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种智慧当中有些是 可能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但到后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去接受 因为它随着世间的变化 历史的延变 最后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就慢慢被淘汰 已经落后了没有人接受 有这样的 佛陀的智力确实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佛陀的智力总共有十种 在《入中论》当中我记得每一个礼有一个偈颂来进行解说 我们今天不用入中论的解释方法 实际上解释也可能差别不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指除非除之礼 那么第一个是 佛陀有了知什么呢 就是除和非除的智慧力量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它的来源佛陀在因地的时候 在曾经到位的时候 实际上是他立非常坚定的誓言 行持大乘的法门 因为这个原因实际上佛陀成佛之后 他无有任何阻碍的方式 能限量见到 限量见到什么呢 就像毒觉 毒觉也是我们经常说自生果 因为他最后自然产生他的智慧 自生果 那么毒觉有两种 一个是中性毒觉和灵教育毒觉 这两个毒觉的果位 还有转轮王的果位 还有成佛一般来讲 佛陀说是男人的身份得到的 女性的身份不能得这几个果位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她的智力不自在 主要原因一般得不到 所以一般来讲 不管是毒觉也好 转轮王也好 成佛的时候 首先以男性的身份得过 这个是除 如果以比如说 以女性的身份来得转轮王的果位 或者得佛果的话 这是非离 非除 这个意思 诸如此类所有的 这些因和果之间的关系 有些是能的 有些是不能的 那么这个唯一的佛陀 他才能知道的 意思就是说哪些是合理的 哪些是不合理的 其实这里除和非除 合理和不合理的 凡是我们世间当中的 因和果之间的关系也好 本体上的一些关系 合理和不合理的道理 唯一佛陀才能明白的 其他的声闻缘觉也好 世间上的大智者 大仙人 大天人 这些只能知道部分的 而不能知道全部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原因佛陀知道的 比如说布施能获得财富 这个是合理的 这个是除 布施最后得到的果是贫穷的话 这是非除 这是不合理的 无有是除 他这里非除的话 我们说是在这个世间当中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叫做非除 或者说吃劫的话 他得到的果报是转生到善去的 这个是非除 如果是吃劫的话 他堵入三恶道的话 这是非除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因缘果报 所有的因当中有什么样的果的力量 这个果依靠什么样的因而产生的话呢 它有一个合理和不合理的一种规则 应该有一个 我们所谓的叫做因果规律 这样的因果规律 佛陀完全是明白的 就是比如说 我们造恶的话 得到的如果哭的话 这是合理的除 然而造恶的话 得到快乐呢 这是非除 不合理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说 哪些是合理的 哪些是不合理的话 唯一佛陀的智慧能清楚的 我们也可以说 青壳当中产生青壳的果 这个是合理的 有这个机会的 青壳当中产生道或者美 美子的话 那就非除 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因果道理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这么讲呢 比如说 这个是刚才因果方面讲的 或者是从本性方面讲的话 比如说 水的本体是热性的 火的本体是冷性的 地的本体是湿性的 风的本体是不动摇性的 这个是非除的 不可能的 地的本体是渐性的 火的本体是热性的 水的本体是湿性的 还有风的本体是动摇的 这个是非除合理的 这个道理实际上 我们所谓现在的一些语言来讲 可能我们世间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 有些是通过化学适量而得逞的 有些是通过物理学进行观察而得逞的 那么这个叫做无理学家得出来的结论或者共识 或者化学学者他带来的这些结果 就是科学的这种验证 科学的成果 其实这些实际上是佛在有关的经典当中 他在合理的这些有失处 不合理的地方是非除 这个是不合理的 不可能的现象 所以我们可能还有在世间万物当中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耳朵听不到的 接触不多的各种各样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是本体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来自于什么呢 也就是说 这样的道理 那么佛陀除和非除的智慧来了知的 所以我刚才讲的相关的个别内容应该是大智度论 就是《瑜伽十字论》当中也有部分的 主要是大智度论 我看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 现在看这些资料应该很方便的 我们要学习第一个是佛陀有除和非除的智慧 那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 实际上它有在整个万物当中 合理和不合理的这些道理全部都是佛陀知道的 知道的内容当中实际上诸如此类的 许许多多的意义 那么这些我想最好是你们今天的五十例 《大智度论》里面讲得比较广 我本来想翻译成《大智度论》 翻译成藏文 但是现在因为内容太多了又不敢碰 有时候是翻开看一看又放着 然后又想翻译又拿来看一看又不敢开识 因为一开始可能要很多年了 但这样现在也是天天忙来忙去 时间也没有一直是又拿来看一下又放着 但里面确实有很多的特别好的 我们在其他的有些经典和论典当中 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些道理解释得特别好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大家要知道佛是除非除的智慧 这个很重要 我们应该自己内心当中想 佛陀真的很了不起 他对整个除非除都已经知道 不管因果关系也好 它的本体也好 作用也好 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 我们刚才讲到业因果的成熟 业因素主要是指的是讲众生相续当中的业力 我们所谓的因为佛陀在前因地的时候 他坚信因果 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无碍地懂得了 如果造不善业的话 肯定得到的过是痛苦的 不悦意的 如果造的善业的话 一定会得到的异熟过快乐的 诸如此类的很多这些因和果方面的关系 这些只有佛陀实际上是知道的 其他的确实也是很难以知道 对 这个是佛陀有这个 因为前世坚信因果的原因 那么即生当中那些善有善宝 恶有恶宝 主要是从众生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非常的清楚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大家也知道 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可能对人的前世什么样的因 什么样的过呢 就是很难知道的 比如说有些人造的恶业 但是他的整个处境 生活都过得很快乐的 然后有些人行持的善业 但是往往都是在他的身上出现很多不快乐的事情 那么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怎么讲的呢 就是前世造恶的人出现快乐 实际上他所造的恶还没有成熟 然后他现在正在感受的快乐 他以前造的善业的果报 现在成熟 就是现在成熟 有些人 行持善法的人特别痛苦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他当时行持善法的一手工还没有成熟 不可能就马上造马上成熟嘛 他造了善以后 为什么感受痛苦呢 其实以前他所造的恶现在已经成熟了 这个因我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明白 不然有些人确实是 为什么我造这样的善业啊 然后感受这样的果报 他自己心很善良的 人很善的 那天也是一个居士 他也是一个女儿 以前小的时候在这边也是来过 现在十几岁 有一次到寺院里去的时候 好像一只帽在树上 然后那个小女孩准备 因为她就在困在那上面 那个小女孩母亲也同意了 准备救她去 结果她爬到树上的时候从一只树拿小猫 然后这个好像小猫正在挣扎的时候 她就双树也戒结果树上掉下来了 树上掉下来以后 猫已经救好了 然后自己已经昏迷状态当中 不知道最近怎么样 听说是这样的 刚开始他们有点不解 为什么他自己从小都是吃树 而且他为了救众生的时候 自己反而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实际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己从树上掉下来肯定是自己有另外一个 以前是不是把众生推向深渊 或者有什么样的因缘果报肯定会有的 今天你去行持善法 今生当中你吃树等等这些功德 今生当中没有成熟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白 否则我们有时候业和异熟业的关系很复杂 一定要明白这样的道理 我们可能自己的精神当中以后也会受这样的 我一辈子出家 出家得很好 但我最后死得很惨的 或者说我最后病得很可怜的 那我为什么是这样是不是因果不虚是不对的 有这样的 实际上我个人应该是越来越深信了 比如说我念护法的时候 我今天成办一件事情我念护法 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我觉得护法身很有力量 然后我办不成的话我就经常想 哇 肯定我前世造的业 这件事情护法身也没办法 也许是可能我跟自己的信心有关系 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对因果道理不明白的话 尤其是我担心有些人在临死的时候 对因果没有深信的话还是很可怕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如果病死在医院里面 医院里面的时候好多多一看 你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最后都是有抢救 就用电气 这个时候也许可能有些人容易产生嗔恨心 以前不是有一个国王他在临死的时候 本来他一辈子心善嘛 一辈子心善 然后他在临死的时候 他的侍者用扇子给他开始成量 那个时候不小心扇子掉在脸上 因为临死的时候整个四大分解 还是心情都不是很稳定的 那个时候他产生嗔恨心 然后堕下去了 他堕落了 所以我们现在临死的时候 这种念头也很重要的 以前有一个屠夫一辈子地杀牦牛 最后临死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出教人刚好到那里 出教人跟他说 《观经》里面说 念十生佛号的话不会堕落恶道 而且就往生极乐世界 结果这个人就念了佛号 不到十生的时候他就离开世间 最后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看我们的因果是不虚的 但是因果当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会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 可能会对自己的修道有障碍的 但佛陀这样业因果的关系 全部都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 我们其他世间的现人 世间的外道只知道中间的部分 他不可能 比如说我的相续当中有多少戒多少世间的所有的这些因啊 这个除了佛陀以外都不知道的 正因为这样 我们现在外道里面 有些是吃牛戒的 吃狗戒的 吃牛戒的是什么呢 他有一些神通 那么用这个神通来观察的时候 哇 这个众生的前世是牦牛 然后他就知道是牦牛 牦牛是干什么的呢 牦牛是吃草的 所以他要求所有都学这个宗派的 因为他确实有一个神通 他知道是这个前世 但是当牦牛之前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专门建立一个牛牌 然后就专门让它们吃草 做牦牛的行为 这也是一牌的 还有吃狗牌 狗戒 他也是发现他的转世 他又转生到天界去了 转生到天界去的时候 他的前世是什么呢 当着狗啊 那么狗做什么呢 吃狗 这样的话要求他的弟子都要学这样的行为 所以他们这些有一些出世间的神通 但是他知道是中间的部分 不知道他无始以来的 艺术过得不断的这样的转世 根本不知道的 尤其是我们对因果道理不是特别明白的人 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容易产生邪见 我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确实在临终的时候 我是比较担心 我们很多人最后临终的时候 会不会被点击 呼吸 在什么 你的胸口就开始一压 然后医生们高声地喊 那个时候我们一般佛教徒都是不建议 让他们抢救 因为医院里面它有一个制度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都不行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 觉得可能有点不行的话 就提前出院 好吧 彻底出院 这个是异熟过的智力 佛陀都知道众生的异熟过 真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 刚才讲到的根性 因为佛陀以前观察众生的根机 哪些是内根的 哪些是中根的 哪些是顿根的 他就非常用尖锐的智慧 来看到众生的根性 然后这个根 大家都知道 有信心的根 精进的根 智慧的根 禅定的根 还有正念的根 我们经常讲的无根 无根 无理 这些根 有些众生是非常逆根的 比如说从信心方面 有些是信心的逆根者 有些是信心的顿根者 有些是智慧的逆根者 我觉得这个众生都有 我们现在所谓的根机学得好一点的 智慧 智慧根机 大家都觉得这个机性好一点的 它的根机很好 其实佛陀讲的确实无根还是很好的 有些信心很好的 但是智力不行的 但有些智力还可以的 禅定不行的 禅定还可以的 精进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五种根有不同的 有些可能五根都还不错的 比如说精进根也不错的 上根的 智慧根也不错的 信心根也不错的 可能会有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根机 比如说以前非常利根的 但是有一些障碍的 这个像芝麻丸一样的 有非常利根的 没有障碍的 像瑟利兹和目犍连一样的 非常顿根的 没有障碍的 托里潘陀一样的 这些都是在《大智度论》 很多当中也会说的 所以说这个根应该有不同的 而且这种根 佛陀知道 利根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讲法 顿根者也给他讲什么样的法 顿根者有些是用粗语来讲 有些是用软语来讲 凡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佛陀是完全知道的 所以说 他这个智力叫做知根理 也就是说 它根的胜利 我们现在不知道 声闻缘缺也不知道 声闻缘缺只知道一部分 我们就 这个是可能利根的 这个是顿根的 但是有时候也确实不好说 我们只知道它的智慧是利根的 但是也许它的信心是顿根的 也许仅仅是顿根的 其实这个根的分析很有必要 你们有时候写论文这些的时候 那么应该我们人当中 你大概很笼统地看的话 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我们大多数都是重视的 可能信心的根跟智慧的根 对禅定的根 正念的根 还要精进的根 这些都并没有去分析 如果去分析的话全部具足的不一定很多 你的智慧 精进 信心全部具足的就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三个了 然后第四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知种种戒心之力 这个是佛陀以前因为随顺众生 他就经常了知众生 或者随顺众生的戒心 因为这样的原因 众生暂时不同地 这个安住在三种根基 三种种性当中 他就完全知道 刚才是根 那么这里众性 因为众生的种类 其实刚才这个根也有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种类跟根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按照具世论的说法 大家也应该知道 那这里的戒心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有些是声闻众生的 有些是缘觉众生的 有些是菩萨众生的 有些是世间当中欲界众生的 有些是色界众生的 有些是无色界众生的 然后欲界众生当中 也是各种众生都是不同的 包括我们人类当中 东方的这些众生和西方的众生的人 也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知道 众生的根基确实也是不同的 他的戒心不同 戒心不同的话 也就是说 有些众生可以很快的时间当中度化的 有些众生可能以后可以度化的 有些众生可能以赞叹的语言来度化 有些众生是以呵斥的语言来度化 凡是有各种不同的戒心 所以这个叫做指导种种戒心不同的智慧 佛陀有这样的 我们其他人 包括比较著名的这些老师 其实这些老师也不知道每一个学生的根基 他只不过是他知道学生的智力怎么样 他的道德行为是怎么样 除此之外 不一定能知道的 包括有些法师也是自己装着知道 还有一些说前世 后世 这样 我们专门考一考看 我听说有一些说神通的 如果有的话 那是声闻的神通 是阿罗汉的神通 还是佛的神通 这个也要去观察 你前世是多什么王子的 就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什么 你是什么什么 如果真的知道的话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应该不会有的 如果有的话 确实大家要注意 不然如果你说大王语 那大王语的话 基本的一个出家人的身份都没有 更何况说其他的了 这个是如果真正了知众生的这种戒心很难的 所以有些法师们讲经说法的时候 应该如理如法的讲经说法 不要自己确实要有时候生生叨叨的 这样可能到时候不一定 大家都认为你是很了不起的了 就是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特异功能也好 或者你有神通也好 你有佛陀的实力的智慧 或者没有佛陀的实力 跟实力比较相同的 你是声闻根基的 你是阿罗汉根基的 那这样的话倒是可以说 但是这个确实很难的 我就不知道有时候看人的这种行为 会不会比如说听个谜法可能好好一点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对每个人单独给你讲一个窍诀 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也不需要这样的能力 一般来讲佛陀转法论的时候 也是并没有他对每一个人讲一个法 并没有这样的 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给大家说法的时候 就适合大家的法讲讲的过程当中 有些是可能对这一段时间特别有信心 然后对他有利的 有些是那一段内容对他有利的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十种智力 有些是第一智力对他非常有利的 有些是第二智力对他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每个人要给他耳边讲一个窍诀 有些人经常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单独讲一个窍诀 其实单独讲和公众当中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信心的人哪怕是单独 单独当中也是一直跟你讲一讲 就这样悄悄地跟你说的话也不一定听得清楚 你再怎么样单独的话也不一定 有些是如果有信心的话在大众当中 你看佛陀以前说法的时候都是在大众当中 多少个眷属几千几万个人当中宣讲 那个时候佛陀因为知道这些众生的根机 什么时候给他讲 什么时候马上得过 得依赖过 得无赖过 这样的 所以这个上面我们要对佛教的道理明白 这个很重要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讲到种种戒心 种种戒心的话 佛陀以前也是随顺众生的意乐 心结说法 因为这个原因 佛陀也知道众生的心结 包括有一些三成的信心 有些是对大乘有信心 有些是对小乘有信心 有些是以其他乘有信心的 有这方面的意乐 这个主要是从意乐方面讲的 从发心方面讲的 自己爱好方面 比如说 像提波达多他特别喜欢名声 像顺陀兰 他对五语妙乐特别感兴趣的 像安兰 他对广闻博学很感兴趣的 还有当时的罗侯罗 他对罗侯罗应该是罗侯罗对啥方面厉害 应该是戒律吧 逆行是吧 逆行是吧 对 逆行就是感兴趣的 所以他每个人有些是对餐厅很感兴趣的 有些是对智慧很感兴趣的 有些是对辩论很感兴趣的 有些是可能喜欢 包括我们吃的话有些是喜欢吃辣的 有些是喜欢吃蒜的 有些是喜欢吃辣的 甜的 什么咸的 全部合在一起的 有各种各样的吧 这也是一种戒心吧 对一种业乐 如果你不对应 不相应得不到 以前不是舍利子的弟子把禅修 当时叫错了 修了很长时间 修不经观和呼吸观 后来佛陀一看他稍微掉个根 这样修的时候马上到成就了 所以我有时候跟我们的法师也说 不要把所有的人天天修禅修 不然有些不爱禅修的人 无始以来从来没有禅修 对他来讲是特别苦恼的 法师他自己爱禅修的话 他自己两三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一直在禅的境界当中睡着了 没问题 但是其他人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法的时候也好 修行的时候你要知道 我们群体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爱这个的 包括我们讲大圆满的话 有些确实是不一定喜欢 不喜欢的话我们首先给他要有个空间 最好自己不听也可以的 所以佛陀有这样的根机 他观察弟子的时候不像我们一样 他就马上知道哪些是对他有利的 哪些是对他没有利的 对三种中心对异乐方面观察得特别细致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方面 第五个之律 第六个之律叫做知屈行之律 知屈行之律佛陀以前修行一切人间城 然后大小城全部都学过 因为这个原因他就通效三界和三菩提的道 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佛陀这个智慧 佛陀完全知道三界轮回每一个众生的道 比如说人道是什么样 鬼道是什么样 地狱道是什么样 旁生道是什么样 天道是什么样的 对每一个道他也清楚这个道 菩提道 声闻道 圆觉道 清净的道也是清楚的 我们很难知道 以后我们的道很难知道 我们取行的道很难知道的 所以佛陀完全知道每一个众生所取向的道 所以这个叫做知屈行之律 第六个 那么第七个叫做燃无和无垢之律 意思就是说因为佛陀以前他修过很多的灯次 各种各样的灯次都修过 禅定修过 因为这个原因他知道菩提加勒的根据不同 有些是诸世间的这些经历 比如说无舍界的禅定 舍界的禅定等等 还有出世间的一些无漏的禅定等等 所以佛陀完全知道有染无的禅定和没有染无的禅定 所以《大智度论》当中和这些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一般佛陀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禅定 什么时候可以出顶 什么时候可以入顶等等 这些全部都清楚 而我们凡夫人和声闻缘觉 他虽然入顶和有禅定 但这种禅定并不是很究竟的 所以他这里佛陀知道是清净的禅定和不清净的禅定 其实不清净的染无的禅定就是四五色戒 四禅 四五色禅 还有八戒陀当中的世间相同的禅天的禅定 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去一些西方国家的时候 他们特别喜欢禅定什么都不用给他叫 让他好好禅定的话其实给他们叫禅定是很容易的 就不用叫什么知识也不用叫你让他这样坐上 然后眼睛闭着或者眼睛闭着你什么都不想 哇 他们很喜欢你什么都不想 是不是有一种光明的 清净的 空性的道理 然后在这个境界当中不要动摇 就安住 很多人可能因为压力太大了 因为有时候心情也特别不好 心散乱 各种各样的原因 心这样一坐下来的话虽然它不是什么境界 但是大家也是很喜欢这样的 其实这样的禅定就缓解压力 平时我们工作当中还是很重要的 包括有些道友比如说有一些压力 心情不好的时候 经常习惯性地早上起来的时候坐禅 晚上睡觉之前坐坐禅 这样对整个身体的条例 对情绪的条例有非常大的帮助 虽然它是一个世间禅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除了世间禅以外真正是懂得了一些无漏的禅定 我们在有关的生气字体和圆满字体当中讲的一样 所有的这些分别风融入重力最后安住在一些 远离四边八斜的境界当中安住 护持 这当然是非常好的 佛陀有这样的 佛陀在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冷严经》 《受冷严经》 还有《妙花莲花经》 很多里面讲了不同禅定的法门 其实佛陀因为因地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入定 所以这些境界成佛的时候也给众生分享的 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第八个佛陀因为以前的时候 主要我们讲的遂念殊世之力 主要是他知道前世 意思就是说佛陀以前因地的时候 任何这种善根不丧失 不释坏 而且以正知正念不放逸的方式来 一直护持自己和他人的善根 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得成佛的时候 自己和他人的所有一切前世的这些 包括当时的地方 当时的内备 当时的相貌 当时的住处 当时所有的生活习惯 全部都是一一地了知 我们所谓的宿命通像声闻缘觉的话 他们也知道一部分 但是他们知道的不全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华杰老人出家的时候 所有的声闻缘觉都看了 都得 好像他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善根 后来佛陀给他剃度 出了家 出家以后 他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好多阿罗汉不相信 为什么我们那么长时间 八万劫以来都是没有看到他相续当中的善根 噢 以前是他拿摩一成佛的善根 佛陀之前所有的这些 俗世的善根和 当时是做什么事情啊 这些全部都清楚的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是 叫做《遂念苏世之力》 《不变金刚》 白玉派的有一个叫《不变金刚》 文吉尔多吉他了知前世的有二百世吧 我前几年翻译了一部分 但后来好像藏文也丢了 汉文也好像没有了 现在我翻译了一部分 他每次变成什么狗 变成什么这个 乔梅仁波齐他们两个经常一起变成什么什么 他就回忆自己的二百世 我当时觉得很好的 后来翻译翻译 到了中间的时候现在藏文也找不到 汉文也找不到 就是有时候 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结果中间不知道什么事情就中断了 前一段时间我去到处翻了 翻也找不到了 以后如果找到 再看看后面有一部分 确实有时候有些高僧大德也是可能像佛一样的 多少多少 无量劫的 这个都不一定有 但有些高僧他真正能记住的好多事 这个也是有 包括《法王如意宝》的传记当中 好多处都是这样的 第九个是天眼通之力 天眼通主要是因为以前他在因地的时候 不让众生产生恐怖的心 一直保护他们的原因 今生当中他就完全通到众生的四处和胜处 他有些经里面叫做生死之力 也就是说 众生从哪个地方死 转生到这里 或者这里怎么死 最后怎么转生到哪一个地方 这些全部是清清楚楚的 像梵天 地势天他只能部分地 像天界以下的范围才知道的 还有一些声闻的话 一个消遣世界的范围当中众生的生死比较清楚 但佛陀整个大全世界所有的这些众生的 这个深处和四处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有些经典里面讲 比如说我们坐船的时候 从船上看到清净的水里面的鱼和石头 就这样的 佛陀看到每一个众生的 未来他的转生情况就像是清净的水里 看石头和鱼一样的 完全看清清楚楚的 就是这样的 这个叫做天眼通之力也可以 或者生死通之力 这是佛陀的第九个之力 最后一个之力叫做寂灭之力 露经之力 有些说是露经之力也可以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佛陀现前的时候主要是没有露烦恼的 应该可以说是灭尽一切有露的法 然后为众生说法 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能熄灭众生 自他相续当中的烦恼障和索知障和习气障 所有的这些障碍都没有 那智慧必定会现前的 所以说佛陀具有这样的智力 总而言之 以上所说的这些 其实是用一种力 从自身角度来讲 可生自相续的烦恼 从他相续来讲 摧毁自他两方面来讲 摧毁一切死魔当违品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理应该这样来理解 下面我再讲一个颂词 下面把理讲完 下面是以能标的比喻来对应 这个对应比较容易 先讲除和非除 还有这个 这是第一个 异熟国 然后这个异熟 刚才第一个是指导因果的除和非除的意识 然后异熟 指导业异熟 自他所造的这些智力都具足的 然后第三个 种种戒 也就是说了知说话众生的各种不同的 种种戒性的智力 然后取心 取心了知众生的种种不同的渠道 不同所取的道 然后知心戒 了知众生的各种各样的爱化和异乐和心戒的智力 然后燃净根 燃净根也了知知道 所化众生的根净的清净和 中间还有个根 是吧 根净不同 利根 顿根 上根的不同 然后燃净主要是等词 等词也是有各种不同的众生的等词 有清净的 不清净的 还有 随念熟食之力 也就是说 随念知道是众生的前世 然后田圆 众生死亡和土生的地方知道 然后最后一个知道众生的路径之力 因为这些 随念诸熟食的后面句话 改为斗花吧 这些实际上是上面讲了十种力 就是佛的十种智慧力 那佛的十种智慧力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它是暂断 摧毁 或者是传破无明的作用 它这里传 坏 还有断无知 无知大家都知道 现在所有的这些众生都 明明这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全部来源都是无明的 那么无明的对着法是智慧 佛陀有这个智慧而我们众生没有这个智慧 这个当然如果我们要讲的话 其实佛法的最根本的话 就是智慧和无明之间的一种 可以说是怎么讲 其实依靠智慧来垂破无明 或者是传破无明 或者是摧毁无明 或者是斩断无明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用他传 摧毁和断无明 有三种比喻 有三种比喻 一个是太架 一个是坚强 还有臭命 臭灵 这些摧毁用力来摧毁 也就是说用智慧的力来摧毁 这个力的比喻就像金刚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如果用比较后面的这几个部分 如果为什么在这里比喻的话 实际上是刚才除非除 一直到后面的应该是 到那里有前面的六个吧 前面的从除非除等等 前面的从除非除一直到 我们看 除非除 应该是根 了知众生的根机 这个之间有六个力 这六个力其实是六种智慧 这六种智慧能摧毁什么呢 刚才前面穿破 穿破什么呢 就像是像铠甲一般 因为如果我们穿上铠甲的话 其他的任何东西没办法穿破的 但是只有金刚可以摧毁或者穿破的 所以像铠甲一般的索智慧能摧毁 也就是说索智慧实际上是无名嘛 这个能摧毁的 这是前六种力能摧毁什么呢 能摧毁索智慧的像铠甲一般的 你穿上铠甲一般的箭 毛不可能穿破的 但是有了金刚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是前六个比喻的 然后中间的三个吧 也就是说中间的刚才那个禅甲的智慧 还有宿命通的智慧和田眼的智慧 那么这三个智慧能摧毁 摧毁什么呢 如坚强一般的灯刺障 我们叫禅甲 前面说的是灯刺障 那么脏子脏的无名 那么这个智慧力相当于是一种金刚一样的 如果你有了一个很大的墙壁 隔住 其他都没办法穿破的 但是有了金刚你就可以摧毁 所以这种智力也是这三种力 相当于是金刚智力的比喻 然后最后一个漏金智力相当于像什么 像丛林一般的烦恼障 因为烦恼障一般丛林可能没办法容易斩断 但是如果有金刚道的话 它就把整个圣灵你可以斩断 可以看断 所以它也是比喻成烦恼障的比喻 这个用佛陀的智慧来断除烦恼障 看出烦恼障的密令 这样的 所以这三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佛陀的十种智慧分为三个方面的比喻 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的比喻 归根基地用金刚来比喻 然后他们所摧毁 所传破 所看断的对境 就是烦恼障 所持障 吸气障 等持障 这三个障碍分别是像开架 像剑枪 还有像橱林一样的 就是这个比喻 所以这个方面我想大家应该稍微思考一下 应该明白今天的课可能稍微有点枯燥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个《暴行论》你要听的话 你就只有这样来听除此之外 我也没办法 弥勒菩萨讲得这么这样的 所以我们还算是给大家讲得比较浅显易懂的 如果你这个不懂的话 那你要搞弥勒菩萨 我也没办法 我还是尽最大的力量给大家讲的 所以今天主要讲实力 今天这一堂课大家也应该要知道 到底实力是什么 下来过后自己好好地思考 以后你专门佛的实力方面写文章也好 写研究也好 给别人讲座也好 如果有些大学请你的话 你就说 我今天给大家讲十种力量 然后就开始给大家讲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对佛陀的任何一个智慧 如果有深入的了解 有值得思考的 值得探讨的 就是值得研究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进去的话 这些都是文字上的一些戏论 可能对他人也没有什么利益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利益 最关键是看我们修得怎么样 看你的戒心怎么样 你如果这方面很感兴趣的话 你也许讲得也是很好的 学得也是很好的 自己也是很有利的 如果你这方面没有什么兴趣 甚至听课的时候什么时候讲话 还讲不完呢 怎么这样呢 一直痛苦的话 那可能也只是在耳边种下一个善根习气而已 除此之外不一定有利的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要 佛陀最了解的决定说的如来藏的法门 也就是佛陀的这些功德 确实大家还是很幸福的 很幸运的 我们获得人生应该是有意义的 我个人是真的这样想的 哪怕是讲一堂课 一天念一遍《不限行愿品》 跟这么多的僧众一起做一个回向 这是特别不容易的 因为每个人可能很会以自己美好的前世 或者说我自己的前段经历 如果以后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就会以现在的场面也好 或者说对大乘佛法的这样的相守 一旦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你去自己思考 回味这个时候可能很有意思的 所以珍惜当下还是很重要的 每个人当下的幸福很多人都是不会了知的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最有意义的 像宝行轮那样大乘了意的如来藏的法门 那么这个是哪怕是听一节课的话 也摧毁轮回的根非常有功德和加持的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僧人 僧智们一起 念一遍《不限行愿品》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也以这种心态来回想好吧 念一遍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